大家好,我是李孔耀,是儿童听力中心的助听器专家 我们儿童中心的主要的业务就是为病人来检查听力方面的问题 包括小孩,包括大人,甚至老人 如果有遇到觉得听力方面怀疑有问题的时候 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在家里头 家人会对他的听力方面怀疑他听得不好 包括他听电视的时候可能需要调得很大声 或者跟他说话没有什么反应 那么这些都可能是造成他听力方面怀疑他有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步为他做的就是由征医生来帮病人 先做一个听力方面的检查 来确定他的听力方面到底是什么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听力的老化 神经方面的退化 或者是其他的缘故 比如耳朵发炎 或者是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耳朵的耳食耳垢堵塞 那么像这些情况一旦确诊下来 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个听力方面是涨时可以一日 或者是需要佩戴助听器 那么佩戴助听器方面 也就是我们另外一方面的业务 我们可以帮客户来定做耳内式的注听器 或者是耳背式的 那么关于所有的注听器 耳内式的也有分开大中小 耳背式的也有分开严重性的 或者是很微型很小的 那这些工厂呢 我们做的都包括了全世界最出名的 有包括欧洲的 有包括美国的 那么所有的注听器 一旦我们装配好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为病人来先通过电脑来调整声音 调到他所需要的程度 然后让客户病人先去使用 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需要跟踪 看看他带下来的注听器的效果如何 有没有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么需要调整的时候 要看他的活动 比如说他出现在家里头听得不好 或者是在街道外面人多的地方 像这些不同的环境 如果有出现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我们都会跟着下来帮他们调整 所以一般来说 所有的客户在我们这个儿童中心做的 都会出现就做的比较满意 谢谢大家